我们可以从这个专业之外也聊一下 其实我们很多中学生 他们对于其实投入学术领域 他们都觉得澳门其实是一个科技的沙漠 觉得很快就被淹没 或是就是很孤单的感觉 那其实作为澳门一个很重点的大学里面 从事科研的这一块 其实我会觉得好像在这边搞科研的 是不是会有一种觉得讨战跟基于会是什么呢 会觉得真的是很一个很一个很孤单的一个严重的空间 不是不是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 这个可能大家对澳门这个印象啊 有点偏见 这个我得要搞一下 其实我们澳门大学是个搞天的最好的地方 没有之一 经常我们有个老师说呀 这个澳门大学就是个搞学术的桃花园 这个在美国也好 我在美国在日本在内地都待过 那个那边的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研究经费很少 但是呢 这澳门呢 能够让我们有这个资源能够沉下心来 能够做很多事情 我们得益于澳门政府的这些资助啊 大学的支持啊 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不需要非常赶非常赶的 就是只是为了发表论文啊 只是为了这个东西啊 我们可以慢慢按照我们的兴趣来做 有资源能够支撑起我们 那我们肯定希望说更多的澳门的小朋友 能够投入到科学的领域 因为我们现在的确需要 我们自己澳门的本地人 能够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们这个科学才有希望 才有希望 我们也吸引了很优秀的人才 像我们这个就是李博士 这是我的博士后 他当时选择拉着我们澳门也是有顾虑 我跟他说要来的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是个很好发展的机会 那我们这边也做很多东西 那这个口罩就是就是李博士做的 这是李博士做的 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才说澳门我觉得并不是一个 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沙漠 它是一个桃花源 现在可能知名度不是很够 但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才过来 包括澳门本地人才也好 外来引进的人才好像李博士这样子的 会发展越来越好的 那李博士当初被邀请 教授邀请过来的时候 你的顾虑跟到了这边已经多久了 我是2020年3月入职的 那2020年大概也两年 那从当初的顾虑到现在来了 这边也快两年了 那你的中间的过程转变 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了 其实来之前就感觉澳门大学 其实这些没怎么听过 然后当时觉得可能来这边 路文啊还有个人发展方面 可能会受限 但是中老师看他的履历比较优秀了 再加上我得到了澳门豪建博士后资助 然后再加上过来疫情吧 增加方面我觉得还是来澳门大学 来之后呢就觉得 首先中老师是年轻老师 然后现在正在上升期 然后好多项目啊 好多新的idea 包括拿着好多funding 这样你不缺资源 也不缺好的idea 所以就会有更多的成果 包括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些 包括这个口罩啊 还有一些我现在正在做工作 就是更加集成化的智能手套 对我觉得现在 后面应该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可以做出来 那个我们将来马上要就是 以后小朋友会看到的我们真正能够涂上市场的口罩 其实是由李博士做出来的 嗯 由他开始的 感觉非常迟带耶 就是好像很多的学生都觉得他们常都说 选择的客户就只有从事商学啊商科啊这样子 感觉就是商里觉得已经非常有盼望 而且觉得还蛮肯定的 就是很快就是有属于澳门自己的这个自然的口罩 就真的会没事 对对我是我是我是希望这个 能够一起做成跟澳门的本地的的这些商业界啊 一起做成这个事情 到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啊 所以老师澳门这个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不一定非得全部投身在文科呀商科呀 搞科研搞这个科学跟技术 也是非常有前途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是个我以前人家欧洲贵族 就是贵族才搞科学 那我们澳门这个经济这么好 现在当然可能疫情有些胆症 但是GDP还是最高的 小朋友们就是生活条件那么好 更应该立志投身于科学 为国家做点贡献 这是我希望我来澳门大学 真的是这样这样想的 对这个而且我们就澳门有条件的让你沉下心来 好好的做这个事情不像内地啊像香港啊 还有像美国啊他们竞争非常非常的净 我说的是这个钱的这个研究经费方面的竞争 他们的资源其实没有我们好 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的话更应该有更多的这个 那个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 去我们拿我们澳门大学去外面也好 学从归来 在我们加入我们实验室啊 做点真正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期待 就是我们搞科研 就是要做点真正有意思的有用的事情 所以你们所以实验室主要就是一个软 有软性的一个整个系统的不同 用于不同的应用层面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个柔性的 我们这个就是柔性的 可穿戴啊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 这一块啊就是做软的 硬的东西呢没有软的软 是吧是吧这个老子都说了 水自柔而自刚啊 软的东西它形状是不固定的 容易变的 那怎么能够将这个容易变的东西能够做好控制好 这个需要很高深的物理的知识啊 是很高深的工程的东西的 嗯 车是硬的 开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你想没想象的车是软的你怎么开 嗯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小的机器人 这就是硬的 它这个硬的东西 那小车我们好好控制它 嗯 软的东西 怎么控制它 能让它跑了想让我们跑了 想让我们跑了 想让我们跑了 想它跑的那样子 跑成我们想让 这个东西机器 这个可穿戴这个东西 无私无便度的形变当中 怎么能够让你能够精确的 更好的感受到 小猫的覆摸也好 你爸爸妈妈也覆摸也好 这里是隐藏的非常深刻的 知识的 需要很深很深的研究的 嗯 这个东西的话 应用表 这应用上面看来讲是比较简单 隐藏的底层上的东西呢 是需要 我们这个喜欢科学的 专注于科学的小朋友们 可能这个东西是要研究一辈子的 这里面的东西是很深很深的 嗯 这是我对他们的希望 就希望他们能够 爱上科学 要呢 现身科学 他们科学当中得到乐趣 用现身这个词可能不大合适 就是 科学当中能够得到乐趣 能够做自己 在做这个事情当中感觉到乐趣 就一直会做下去 然后我这是很享受 很喜欢这些 这些事情 哦 那会之前也一直从事哪一个 从有没有什么转过这个专业这个路线呢 哦 我一直 近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东西 嗯 以前我当本科生的时候呢 也不懂什么叫科研 后面读了博士 做了博士后 现在做这个老师 所做的这个项目一直啊 都是集中都是做在这个柔性的这个积电的这个系统方面 嗯 嗯 我其实就其实相关于进行的方向的相当于扩充吧 我博士期间其实主要做的是电路啊 然后传感器的设计啊 当然就是一些光学传感器啊之类的 然后来到这边就是做一些材料 然后就柔性材料 就跟到重要的方向进行和 包括这个口罩就是柔性材料做传感器 加上后期的电路以及信号分析啊 我先要处理 其实就是我原来的专业和现在的专业的结合 这个李博士的这个这个加盟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我说一下实话 我对这个这个电路啊 了解没大声 他是专家啊 我们其实也不是师生 是合作关系 是合作关系啊 就是他 那我是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里面的这些传感器件啊 我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 里面里的器件嘛 李博士的负责做外面 做外面 那我们两个合作就真正把这东西给做出来 所以说我们需要多方面的人产 需要多方面的人产 师生合作的成果 好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希望我们之后 有机会可以在这一块看到这个成果产品出来了 我们再来一次去访问你们的情况 是啊是啊 因为我们加盟大学还比较短 然后我们正在努力的把东西实现出来 目前在加盟大一年嘛 我相信两年后三年后 你再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看真正正正能够投入市场的东西 好到时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对对对对 好谢谢两位 好谢谢